好 接下來看一下立體6 也是 在處理這個 它電阻的關係 它問的比較多一些變化 它說材質相同 Law一樣 粗細均勻 粗細均勻 不是截命機一樣 它是粗細均勻 那截命機在哪裡 主要截命機 它是半徑比 1比2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要小心 那代表截命機 截命機應該是1比4 要小心 好 那長度比 也知道 2比1 OK 好 那併聯後 接在兩級 它的電位差 電場 電阻 電流 好 那第一個先來看一下 第一個觀念 第一個是觀念 因為併聯的話 其實不管它電阻怎麼樣 它只要是併聯 它的電壓怎麼樣 V一定會怎麼樣 相同 沒錯 一定會一樣 好 所以一定得到 所以1比1 這樣可以嗎 好 第二個呢 它說電場強度 好 那這個電場強度也蠻有趣 之前有同學問我 他說老師電場不是 導體內電場等於0嗎 有沒有 不過這個問題很好 因為我們上一章在講 真的是這樣 對 但是我前來觀念是靜電的情況 那我們今天在這邊呢 我們是給 在導體給它一個電壓之後 它在導體內不會產生 電場 這要小心 而且它有一個好處 它電場呢 就得到 好 就會等於咧 我們前面學過嘛 1等於 是不是就等於咧 V怎麼樣 除以D 記得嗎 因為照到底是要積分 但因為它這裡面呢 會產生一個均勻電場的話 就可以直接 變成是那個 直接成為它距離 好 那剛剛講 電壓既然一樣的話咧 它跟這個距離就怎麼樣 好 那距離我們剛剛是用長度 5啦 就2比1 好 這邊 好 那我把它同意一下好了 好 我們就都用L好了 就L OK 所以咧 就得到 電場 就得到 1比2 好 跟長度成反比 這樣可以嗎 好 那第三個咧 電阻的比 好 來注意 那這個電阻的一樣嘛 好 我們看一下 R 等於L 乘以A分之L 這樣可以嗎 好 好 那我們已經知道 它說L L一樣嘛 好 那我們就把它 把它換掉 就直接帶 好 所以L 1比1 好 那長度咧 2比1 我們這種比值還算比較快 好 那面積 剛剛講的面積的話 其實是1比4 小心喔 它截面半徑1比2 所以面積應該是 1比4 所以結果變到 8比1 這樣可以嗎 有問題 好 第四個咧 通過的電流大小 好 那這個也就在 在用到什麼電流 歐姆電流 V等於IR 好 所以I就等於R分之V OK 那這時候咧 電壓不變嘛 所以就等於到 我直接帶好了 就等於到 1比8 和電阻層反比 這樣可以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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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